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翔和老龟 姐 你看那里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啊 我们过去看看吧 好啊 不知道那里是在卖什么东西 然而 当他俩怀着好奇心走进人群后 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地上有一大一小两只乌龟 小龟已经被杀 肉被掏空 只剩下空壳 而那只大龟则趴在满地的鲜血旁 忍不住地流着泪 你们看啊 这只大乌龟竟然还会流眼泪呢 这只乌龟看上去有上百岁了吧 年纪这么大的乌龟都快成精了 他当然会流眼泪了 那只小乌龟被杀掉已经很可怜了 这只大乌龟活了那么长的时间 可不能再被杀了 可不是吗 这么大的乌龟要是吃了真的会遭到报应的 你说的对的 之前我也是有听人家这样说过的 你们说什么呢 凭什么说吃大龟就遭报应啊 难道你们没听说年纪越大的龟越滋补身体吗 的确 是有这种说法 据说那些活了上百年的乌龟 吃了以后对身体特别的好 不过这样的乌龟可是很难买到的 对啊 这样的老龟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不过今天你们的运气好 遇到了 怎么样 你们有谁要这只大龟呢 那你这只大龟打算卖多少钱呢 这只大龟年纪非常大了 很难抓到的 所以至少要卖两千元的 啊 两千元 这实在是太贵了 对啊 老板 你开价也要有个行情的 不能随便开的啊 你们要知道 这可是一只上百年的乌龟 这个价钱已经很便宜了 如果在餐厅里 这只乌龟绝不会卖得这么便宜 姐 你带了多少钱啊 啊 阿翔 你问这个做什么 我想买下来救它 啊 怎么回事 我的包包好像有被打开呢 有爬手 真是好险啊 看来爬手差点就要得手了 你突然伸手拿钱包 将它吓跑了 你可真是幸运啊 要是再晚一点的话 你的钱就被偷走了 这是我刚领的薪水 一共一千八 如果不是你跟我说 要买下这只乌龟的话 那这些钱 今天可就要被爬手偷走了 哼 怎么 你们想买下这只乌龟吗 嗯 可是我们只有一千八 是啊 我们只有这些钱了 你能把它卖给我们吗 好吧好吧 那就这样了 一千八卖给你们了 你们俩用那么多钱买下这只乌龟 值得吗 是啊 更何况这只乌龟也并不一定有多自补身体 你们花那么多钱 不值得啊 我并没有打算吃它 我买下它是想要救它 你们买下它 只是为了救它 这么说 你们是要将它放生吗 放生 对哦 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我们可以将它放生啊 这样它就可以回到河里 自由自在地生活了 阿翔和姐姐带着这只大乌龟 来到了河边进行放生 可是 奇怪的是 这只大乌龟 无论如何也不愿游到河里面 它这是怎么回事啊 它好像很不喜欢回到水里啊 大乌龟 你不想回到河里吗 那你想跟我回家吗 姐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带它回家吧 正好我们家院子里有个大水箱 我们就将它养在大水箱里好了 嗯 既然它想和我们在一起 那就养着好了 有的时候也可以陪我们玩玩的 大乌龟 你喜欢这里吗 虽然这里没有河那么宽广 但是在这里绝对不会有人伤害你 如果你哪天想回河里的话 就告诉我 我会把你送回去的 看来 它是不怎么想回到河里啊 就这样 大乌龟便生活在了阿翔家院子里的大水箱里 通常它会潜伏在水底 每隔二十分钟才会浮出水面呼吸 不过 只要阿翔一来到大水箱边 它就会浮出水面游到阿翔身边 发出一阵咕噜咕噜的叫声 转眼间 两个月过去了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这是什么声音啊 是什么东西在抓门呢 不会是一只野猫吧 啊 大乌龟 原来是你啊 你怎么跑到这里了 快回到你的池子里去吧 大龟 你是不是想家了 如果你想家的话 我明天就把你送回河里去 那你是想进屋子吗 那好吧 你就到我的房间里睡一晚吧 你就睡在这里吧 大龟 你怎么了 你快醒醒啊 大龟 你快醒醒啊 阿翔 发生什么事了 大龟 大龟他死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大龟好端端的 怎么会突然死掉呢 为了了解大乌龟的死因 阿翔和姐姐将他送到了一家动物医院进行解剖 很快他的死因便被查了出来 你们看 这就是要了乌龟性命的罪魁祸首 这个钩子卡在了他的喉咙里 最终让他丢了性命 啊 难怪我不管喂他什么他都不怎么吃 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 可是这个钩子怎么会卡在他的喉咙里呢 呃 我想 这只乌龟是被人吊起来的 然后那人剪断了吊线 让那钩子留在了乌龟的体内 唉 这些人怎么会这样狠心啊 这两个月来 大龟他承受了多大的痛苦啊 如果早知道是这样的话 那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他的 唉 看得出来 你们对这只乌龟非常不舍 现在他走了 只留下了这个龟壳 唉 想念他的时候 就看看这个龟壳吧 大乌龟死后 阿翔便保存着他的龟壳作为纪念 有一天 他的伯母看到了这个龟壳后 显得非常兴奋 阿翔 你这个龟壳是哪里来的 这只龟应该活了有上百年了吧 你知道吗 将这龟壳磨成粉 配上草药熬汤盒 可是能承受的 伯母 这只乌龟本来是我养的 可惜前几天死掉了 这个壳是他留下来唯一的东西 我怎么能将它毁坏呢 阿翔 这不过是只乌龟罢了 你有必要对它这么好吗 竟然连它剩下的壳都不愿意破坏 伯母 你不知道这只大龟多么通人性 每次我看到龟壳的时候 就感觉它好像还在身边似的 阿翔真是孩子气 龟都死掉了 留着壳又有什么用 不如拿来熬汤配药吃的 这样更可以滋补身体的 阿翔的伯母 心里一直惦记着那个龟壳 终于有一天 他趁着阿翔不在家 偷偷地把龟壳底部 靠近尾巴那一小部分 切了下来 配中药熬汤喝了 嗯 这样一来不仔细看的话 就看不出龟壳缺了一块 伯母他一直在打龟壳的主意 真伤脑筋啊 他一直以为用百年老龟的龟壳 熬药来吃便能长寿无病啊 我们可要好好劝劝伯母 那只大龟是有灵性的 哪怕是吃他的壳也是会遭到报应的 哎呀 他们回来了 哎哟 好痛 好痛啊 伯母 你怎么了 我的腰好痛啊 快 赶快扶着伯母去医院 阿翔的伯母喝了龟壳汤后 竟然会没有任何征兆 突然摔伤了腰 巧合的是 他割的还是龟壳的尾部 这难道不是因果报应吗 俗话说 吃人半斤 还人八两 伤人害己 真是公平回报啊 老人 天鹅和狗 阿塔老伯 无儿无女 他一个人 居住在一大片湖泊边 每年秋天 都会有许多候鸟经过这里 在这里休养 候鸟的出现 也引来一些猎人 前来进行捕猎 鸟儿们 好好在这里休息吧 去南方的路还长着呢 老伯 这里的景色真是不错 还有这么多漂亮的鸟儿 难怪 你要一个人在这里生活呢 是啊 这里的景色是不错 如果没有猎鸟的猎人就好了 啊 猎人 还有人来这里捕猎这些鸟吗 是啊 每到候鸟迁徙的时候 那些猎人便会带着猎犬 猎枪来进行捕猎 哎 那些猎人真是太可恶了 怎么会这么忍心 来伤害这些漂亮的鸟儿呢 枪神是猎人吗 是猎人吗 没错 看来他们又来了 他们又来打猎了 哈哈 打中了 快去把猎物取回来 这只鸟很大哦 哎 小黑怎么没回来啊 是啊 小黑去哪里了 那个家伙真是太不像话了 平时跑得就慢 现在可好 跑出去还不回来了 嗯 我们去看看 他究竟在做什么 怎么回事呢 小黑怎么会发出痛苦的叫声呢 是谁在这里布置了捕猎夹呀 真是可恶 没用的东西 抓不到猎物 竟然还伤得这么重 不要你算了 是啊 看来就算医治好了 也不能捕猎了 他的这条腿是残废了 那就不要管他了 让他自生自灭好了 再养下去 只有浪费我们的食物而已 对我们 不会有任何贡献了 小黑就这样被主人 无情地丢弃在了那里 他不停地哀叫着 他的叫声将路过的